淡水区邓宫国小今年与淡江大学建筑系合作 举办了校园参与式游乐创意工作坊 校长就表示 由淡江大学教授带领研究所的学生 来到学校里头找来了许多废弃不用的纸箱 打造成为小朋友脑海中的创意邮局 淡水区邓宫国小今年与淡江大学建筑系合作 举办了校园参与式游乐创意工作坊 校长表示 由于学校高年级的学生 淡江大学教授黄卫茂带领了研究所的学生 来到淡公国小的校园 找来许多废弃不用的纸箱使用工具 将这些纸箱打造成为小朋友脑海中的创意邮局 而这些纸箱做成的邮局 未来将会是实现设施的雏形 小朋友的参与式的设计 四次的课程我都可以看到小朋友非常开心 发挥创意 那在深厚的这些的都是小朋友的创意 小朋友的这样子的一个想法 其实我们是会把它纳进来未来教育规划的参考的 我们也很期待这一次小朋友的发想 在将来它真的会实现 让小朋友去发想 他们应该希望一个怎么样的游乐园 然后再慢慢的从画图 从拼贴最后给它的纸板 那小朋友就开始分组 把他们的构想给做出来 本来大概分四组 那我们把它放到这个树林里面 找了四棵树 那有些做高有些做低 后来我们就尝试让它可以串起来 校长表示创意工作坊开办一个多月 在淡江大学的协助之下 教导小朋友如何使用手中的工具与素材 制作出一个立体的纸箱邮具 而淡江大学教授也说 这次合作同时也是研究生的论文作业 让大朋友带着小朋友 一起用创意打造属于双方最具有特色的游戏场域 我觉得小朋友都很喜欢这种身体力行的活动 而且就是他就是真的在学校真实的场 就是那种场景里面 真的发挥创意和行动 跟以往的教育不一样 里面有一个空间 然后后来想到可以把它做成 类似电视机之类的 这个是有人可以从那边上去 但是现在还不行 然后再从那边滑下来 现在可以把胶带从上面滑下来 我觉得这个应该会很好玩 有很多学弟学妹会喜欢 我觉得很棒 可以给学弟学妹留下这些 所以就很棒 淡江大学教授表示这一次的创意工作方 最重要的就是要让孩子怎么去发想 将脑海中的想法实现 从最初的话图草稿 到给小朋友纸板制作拼贴 大家分组进行 将构想用双手创造 在校园的树林当中 依附着树木制作出高低不同的邮剧 而未来这些雏形 在经过国小有经费着落之后 就可以变成大型的游乐社区 让小朋友们期待更可以尽快实现 来使用自己所设计的无限创意 记者许端一 带学採访报道 我以前是已经放过去好 我许端来找一个老师 我尽快的老师 我说我什么都能够 那么大年 我不是想那你们 我现在就是吗 我许端来玩 我许端来玩